根本找到了 是修信 信是心的根本 信是体 信是作用 大乘佛法里面 常把这个心 讲作实 摄心 心实 这个是一念自信的作用 在弥谓反复 叫它做八十五十一心处 由此可知 它的作用相当复杂 但是它的体是一个 一念自信 设法界一阵庄严 就是从这个根深的 华言 说得好啊 我一心所现 我一时所变 设法界的现象 是新鲜的 现象 千变万化 这个变化从哪里来的呢 十变 十就是念头 就是思想 就是见解 佛告诉我们 设法界的 十变万化 是从我们念头 思想 而来的 这个才是根源呢 修行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么这种根源 正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忠孝 昨天跟诸位谈到 顺情 养之 意思就说得深 孝 孝一定要顺 不顺 就不叫孝了 所以孝顺 是连在一起的 那要怎样顺呢 才算是真正的孝 要顺心 这个才是真正的 懂得孝啊 认识孝了啊 大乘佛法里面 所说的 一切众生 皆由佛心 随顺佛心 才是大小啊 才是真小啊 那应该是真正的孝顺佛心 是真正的孝顺佛心 有的孝顺佛心 也有的孝顺佛心